没想到吧,我们熟悉的沙海精神话故事 还能用AI做成视频打造爆款 这个账号它半年时间涨粉近6万 接了不少商单推广 今天的视频我就将手把手带大家 拆解这个AI爆款账号 分析它爆火的原因并带你复刻 在这个过程中我还会对比 三款AI图片生成软件 和推荐四款文字转语音的平台 好,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直接开始吧 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账号的案例视频 这个视频里所有的画面都是用AI绘画 还原沙海精力的神话故事 非常有吸引力 配音虽然标注的是真人讲解 但是大家应该不会相信吧 南山精中的第一列山系,名叫雀山 非常明显是AI合成的 视频时长大约都是一分钟左右 更新频率一般是日更 那么为什么山海精这样的内容能够火爆呢? 原因一,山海精本来就是一部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集 是经典著作 记载了大量的神话故事 和奇异的地理山河 以及各种神话生物及传说 它有比较广泛的用户群体 大家都知道这本书 原因二,人们实际上很懒 之前我提到过观众普遍知道这本书 但是你看过吗? 反正我自己的确是没看过 因为它相对晦涩难懂一些 很难让人坚持读下去 因此用AI制作这些奇幻画面的内容 简直是完美的方法 当它制作成视频又好看又有趣 吸引眼球 男女老少都会感兴趣 实际上只要是带有神话色彩的视频账号 抓住用户猎奇的心理 基本上涨粉都不会太差 比如最近还很火的民间故事类视频 此外呢 这个玩法我们还可以借鉴学习 思路不变 再用AI重新将西游记 红龙梦 聊斋之意等等著作重新演绎 我相信啊 效果一样不会太差 接下来呢 我就带大家手把手的复刻这个账号的内容 第一步用ChatGBT输出故事脚本 首先我们得确定ChatGBT知道山海经 所以这里啊 我们需要对他进行提问 你知道山海经这本书吗 嗯 看起来我们的ChatGBT已经了解了这本书 为了确保他明白我们想要的内容 接着让他来帮助我们罗列山海经每个章节的内容 因为账号的内容是以续集的方式去呈现的 所以我们还得请ChatGBT老师根据章节的内容 分出详细的内容来 请帮我将山海经中的四大部分内容 每个章节再细分出十个主题内容 并详细概述给我 最后呢 让ChatGBT对每个章节生成一分钟左右的故事脚本 第二步 用AI工具生成图片 今天呢 我想对比Leonardo AI、Dali3和Mitjourney 生成图片的效果差异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只有Leonardo AI是免费 Dali3和Mitjourney使用都需要支付月费 我们将刚才ChatGBT给我们的视频脚本描述 分别复制到三款软件中 让我们来看一下差异 首先呢 是Leonardo AI 这款软件每天有150个credit 够大家免费生成大约十张的图片 Dali3呢只要你购买了ChatGBT4.0 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它的生成啊就比较简单 我们直接承接之前的对话 让它根据之前自己写的脚本生成画面 图片生成以后呢 如果你对其中的某张图片不满意 也可以要求它重新生成 最后是Mitjourney 打开Discord 添加Mitjourney机器人到自己频道后 斜杠Imagine 输入刚才每个画面描述的英文内容 即可宣称 最后给大家展示一下三款软件 针对相同的提示词 生成的效果差异 你最喜欢哪款软件效果呢 此外最近OpenAI的Sora横空出世 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震撼 但是现在呢还没有开放使用 我相信啊等Sora可以使用以后 这些画面利用它去产出视频 效果一定会棒很多 第三步生成视频配音 这里呢我给大家介绍四款软件 一 TTSMaker 整体使用起来呢还是非常方便的 直接输入文本 在右边选择声音即可 而且呢声音选项比较多 光中文就有61种 包括很多短视频热门的声音 最关键的是它是完全免费的 在中国古老的神话中 有五座神秘的山脉 它们不仅是自然的壮丽象征 但是无数传说和历史的见证者 2 Flicky 一个月呢有五分钟的免费生成额度 也支持普通话及不同的口音 其中呢普通话有13种音色共选择 在中国古老的神话中 有五座神秘的山脉 它们不仅是自然的壮丽象征 更是无数传说和历史的见证者 3 Jenny 支持包括中文普通话和歌迪的口音 但是下载音频文件需要会员版本 在中国古老的神话中 有五座神秘的山脉 它们不仅是自然的壮丽象征 更是无数传说和历史的见证者 4剪映 优势呢是比较方便 后续我们剪视频的时候也会用到 但缺点是只能生成中文的语音 大段英文或者是其他的语言 可能会出现比较重的口音 而且不得不说 现在越来越多的声音 需要会员才能使用了 因为其他三款的生成方式比较简单 我这里就演示简映的制作流程了 先拉一个文字框到视频轴 把刚才旁白的文案复制进去 点击文字框 右上角选择朗读 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声音 开始朗读即可 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 AI句子停顿的长度 是根据标点符号判断的 其中逗号的停顿较短 句号冒号的停顿相对长一些 如果你想要句与句之间的停顿长一些的话 你就可以尽量使用句号或冒号 第四步拼接画面及音频 最后我们将AI生成的图片及音频配合在一起 制作成一个完整的视频 这一步比较简单 只需要使用剪映 根据配音将画面前后拼接在一起 然后添加同期声字幕和背景音乐 如果你觉得画面太单调的话 也可以加一些特效的效果 最后检查没有问题就可以到处发布啦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成片 在中国古老的神话中 有五座神秘的山脉 它们不仅是自然的壮丽象征 但是无数传说和历史的见证者 最后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变现的模式 变现模式一 流量变现 无论是头条的中视频计划 还是YouTube的YPP计划 都给创作者们提供了流量变现的机会 变现模式二 直接接商单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账号里面有很多图文的商单 但是这类商单单价不会太高 主要是走量 三挂小黄车链接 比如我们每个视频都可以挂关于山海经这本神话书的带货链接 周边挂饰等等 最后我观察了一下 几乎全平台都还没有开始做这个领域 但是关于山海经的内容啊 整体播放量都不算太低 说明呢这是一个有关注度 但是还没有很多人加入进行卷子赛道 包括神话故事 儿童故事 历史故事等等等等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发挥你的创意 将这个想法呢延展一下 涨粉变现 如果你是纯小白 想要学习更多的AI使用技巧 想要知道更多用AI赚钱的项目 那就千万不要错过最新上线的AI商业实战攻略课程 在这个课程里 我会分享所有AI相关的理论及实操知识 并手把手的带你赴课赚钱 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说明栏链接 查看课程的详情 还有三节免费试听课 千万不要错过咯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点赞关注并开启小铃铛 这将鼓励我制作更多优质的视频 我是木子 带你一起用AI改变生活赚被动收入 2 2 3 3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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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6